这个腿我觉得不行 你说什么 我这个腿还不行 我跟你讲 在公司呢 你听说了吗 跟你说个事 咱们这栋楼好像有一只僵尸 对呀 所以我刚刚说 你这吸胳膊吸腿的 你真遇上了 你咋整 有道理啊 是吧 我觉得我们应该演练一下 搞个生存演习啊 生存演习 我只听说过消防演习啊 就跟消防演习一个意思 不是严密说 这都已经下班了 就我们两个人了 你干嘛把门给锁了 生存演习啊 那万一要是僵尸真的来了 那我们俩被困在这 第一步别人锁了 不是 那会我就跟你闹着玩 那我就逗逗你 你别闹了 赶紧把门打开 啊 那个我为了演练的真实性 把钥匙给你 不是我 那咋办啊 我 我 急着上厕所呢我 别闹了 别闹了 是吗 谁跟你闹的呀 我都准备好了 啊 这生活用品啊 医疗用品的 我全都背好了 这样子会显得真实一点对吧 不是 这也没说你来真的 哎 这都好几个小时了 演习该完了吧 我能不能走了 哪有那么简单 这也急 起码得到明天早上吧 啊 啊 现在你再帮个睡 不是 哎 哎 行吧行吧 你吃完了没呀 吃完了快去关灯啊 这都还早呢 这才几点啊 急什么 既然要模拟 那也得真实一点呀 万一丧失危机真的来了 这个店谁知道能撑多久呢 你赶紧快去关灯 哎呀这真麻烦 哎 一会你关完灯先别回头啊 我换个睡衣先 女人事真多 嗯 睡衣 呃 演义首 我可以问你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吗 哈哈哈 你说我问他为何 哎 就是假如你跟你男朋友第一次出去过夜 你会有什么期待 那要看是谁了 再说了 我现在又没有男朋友 哎呀所以我说假如啊 假如 假如 哎 那假如 假如跟我 我是你男朋友 那你有什么期待啊 你早说是你不友好 哈哈哈 如果是你的话 把指甲剪一下吧 我喜欢男生还干净点 哦 行我知道了 哎 啊 那 什么时候啊 哎什么什么时候 我就帮朋友问问 没有 谁啊 小汪啊 他今天第一次跟女朋友出去住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他来问我了 那你让他自己来问啊 你帮他问什么 一天就是假 啊 哦 你说的对哦 那我把他叫进来啊 是 哎 哎你这个指甲过关啊 闫秘叔说女生就喜欢你这种短的 你全都闫秘叔说了 哎我这不也就想帮你嘛 所以找个女生参谋参谋 嗯 你这形象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 你把那个胡子挂一下吧 呃 对 闫秘叔说的对 不喜欢胡子啊 你这个胡子 女生亲起来都扎嘴 我自己没带T恤刀怎么办 呃 我我带了 你等我一下 那除了这个 我还需要算什么 哎 女生还喜欢主动的男生 啊 对 主动 怎么算主动 主动你都不会 这还有人家 哎兄弟 我给你演示一遍啊 就一遍 来 干嘛 哎 来 不是 你干嘛 这个就是主动 我懂了 我懂了 我先出去了 啊 不用谢啊 我让你请我了吗 哎呦呦呦 严秘叔不是你说的嘛 女生喜欢主动的嘛 哎哎哎你别生气了 我 我也就只是帮人帮到底 我就给他简单示范了一下而已 你别生气啊 你示范挺好的 他应该学会了 哦 那就好 那就好 但是我还没学会 你再教我一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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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